音樂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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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很生活的藝術表現的方式 讓我們可以更輕鬆地去理解不同的社群 然後跟他們產生連結 這次我們Thinker Studio所策劃的 在台英飛生活交流計畫 它是一個透過連結藝術家他們有的一個藝術行動或是藝術計畫 然後與在台灣的不同東南亞社群一起做連結 然後進入他們的社群的生活去探索跟理解彼此生活的一個模式 然後可以認識彼此多一些些 這一次最主要是透過藝術家張剛華的洗頭計畫 以及桃園藝文陣線的參車計畫 這兩個計畫我們串接在一起 然後在中立印尼坤店社群 然後去認識這個社群的媽媽們的生活 然後再透過一樣是藝術家張剛華的洗頭計畫 以及住在台灣的一位菲律賓遊學生 Elle Garcia他們一起合作 然後進入到台北金萬萬大樓的菲律賓社群 我是張剛華 我是明日和和製作所的共同作者之一 我這幾年在做的東西除了劇場以外 也包含一些關於一些life art 然後一些互動式或是沈浸式的計畫 起頭計畫其實是一個田野調查的一個計畫 一開始可以在台灣裡面跟來自菲律賓或是跟印尼的新住民一起工作 我覺得特別是在今年啦 就是它有一種從我們自己生長的地方去看到不同國家文化的東西 特別是印尼是有一半是來自於我的原生家庭 所以它可以讓我有一個不同的機會 然後保持一段距離的去觀察從我家庭裡面生長出來的這一些食物 然後這一些文化 印尼的部分我覺得特別是因為他們使用的語言是我熟悉的客家話 而且跟台灣的客家話不同的口音 那那些姐姐們其實很像是我的家裡面的長輩 所以跟他們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其實一方面我很熟悉 可是當那些事情發生在別人家的客廳的時候 然後我又多保持了一些距離去看它 然後這件事情是幫出有一點點始料未及的 大家好我叫杜燕穎 對是桃園英文陣線的夥伴 我來中立是一二年了 然後在中立也看了蠻多就是關於移工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在這邊 生活或是他們的聚落的變化 對於一些新移民啊 或是說對於一些華僑的文化不是這麼有了解 然後慢慢的這幾年就是跟社區的里長去永建先生一起 在這方面的琢磨之後就發現其實社區還蠻多像這樣有關於新住民的課題 無論是他們在生活上的或是文化上的甚至是他們在教育上 藝術上都覺得都是蠻有趣的 剛華的計畫它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就是希望透過一個接觸吧 對我來講我們都其實在做的是故事的收集 它的接觸是透過洗頭的人跟被洗頭的人之間的一些接觸 然後在一些故事的交談或是情感的交流 會在短時間產生了一個錯位的一個記憶或是體驗 那我們這個計畫的一個很重要的宗旨就是讓大家去多多知道說 地方的印尼的社群或是東南亞的社群已經出現了 我覺得有一個事情是超過我預期的就是 雖然大家都是印尼來的華僑的朋友 可是其實私底下並不是這麼的手弱 我會覺得透過了計畫案讓大家 從只是認識到互相的了解到真的 可以比較齊心的去想一件事情 對然後這件事情在對我們做地方事務的夥伴們來說 這是一個最感動的事情 其實在一路的過程當中 小杜帶著我們去走跳 比如說中立火車站、龍岡市場等等不一樣子的社群裡面 那一件事情是當我開始洗頭的時候 獨獨的回饋就是因為我們是不同的 不同的實踐方法、不同的圈子 然後它其實帶領 特別是帶領我從某種程度上這幾年在都市地方 進到所謂的可能是有點鄉村一點 可能是靠近特別多新著名的社區 其實那個Dynamic是很不一樣的 wrote,發音 care 你叫 Savijiri堂佐伊達迪 técnica Bogi Bogi Boggii Bogi 是正確嗎? 是的 謝謝 BoguBe boogie 菲律賓的部分 我覺得一開始其實洗頭計畫 我一開始其實就決定要去菲律賓 也是因為我當初有感受到 菲律賓人他有一個很特別的人格特質 就是他好像很能夠在一個轉眼或是一個瞬間 在一個新認識的朋友 你很快就可以融入那一個群體 我今年其實在做洗頭的時候 我也一直在思考除了錄影錄音之外 然後我是不是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把洗頭 這個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特別是他一個很親密的體驗給記錄下來 所以我一直在持續思考今年可以怎麼做 那在中立的時候其實我就選擇了用演做為一種沙畫 然後讓參與者在洗頭這個體驗之後 他可以記錄下來他心裡面的感受 這是一個持續思考的問題 那在台北的部分是 特別有一個契機是我跟一凱我們去拜訪 剛打Salon的時候 那一個老闆娘他其實直接用手機一邊問我們問題 你們來這邊幹嘛 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然後一邊在他的手機上面直播 那一個感受其實很強烈 其實在那一個Salon裡面我們之前去的時候 都會看到很多不管是美髮師或是客戶 他們都會放著手機就直接在旁邊直播跟他們的朋友圈裡面 我就在想說會不會其實這個東西 手機直播這個語言其實對他們來說是很輕膩 然後而且很熟悉 所以我們在桃園有桃園英文陣線 在台北廠有找了L跟我們一起工作 所以他們就可以用大家比較熟悉的語言 或者是熟悉的文化背景 幫我們拉近跟這些社群朋友們之間的距離 然後甚至是我覺得我們自己也需要學一些他們當地的語言 或者是去了解在他們的工作的這個產業裡頭 我們可以幫助到什麼 才可以讓這個隔閡被打破的更快 可以建立更穩固的關係 然後才能進一步很踏實的去做我們希望可以去探討的議題 或者是搜尋的故事等等的 所以這次打破之後才覺得說 原來還有這麼多細節我們需要去注意 以非常謙卑的心去尊重他們的文化 然後去了解他們 我的天啊,我們會把你打破 你打破 起頭這一個計畫 其實它透過跟這些參與者的直接互動 它其實創造了一個很特別的相遇的時刻 我覺得它很像是我們每一天 然後碰到跟另外一個人的相遇 然後我覺得透過洗頭這件事情可以把那個相遇給特別化 然後改變它的質感 第三個計畫呢,是我們邀請以及連結住在台灣東南亞區的留學生們 然後來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流行音樂 他們平常在聽的自己家鄉跟國家的一個流行音樂 然後再進而跟我們台灣的音樂 專業音樂人進行交流 透過這樣子一個 HITTO流行音樂沙龍的活動 然後去認識彼此的生活更多一些些 那次的計畫對我來說最感動的是我可以去理解 來自不同背景生活在台灣的朋友 然後他們是怎麼樣在這個土地上面努力的生活著 然後我覺得背後很多很感動或者是很艱辛的故事 是在我這次我覺得得到最大的收穫 Thinker Studio一直以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們是生根在大稻埕的一個團隊 那我其實覺得在這次的經驗過後 我們也許可以更生根在大稻埕 我們可以做更多去往下去挖掘更多大稻埕的文化跟故事 但是同時因為也有這次的經驗 所以我們可以在相關的發展 可以發展得更寬更廣 去探尋更多在台灣這個土地上面 不同族群的故事 Thinker Studio我們團隊的一個核心 其實最一開始就會很希望說 我們是擔任一個比較像是平台 或是一個培養名的一個單位或是一個角色 如果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觀察 然後去發現不同藝術家 以及主持他們的創意以及才華 進而我們去透過有限的資源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資源裡面 我們去串接彼此 然後將這些藝術計畫 可以把它的能量發揮到更大 然後觸及到更多不同的出去 甚至是有在關注的人們 是在混淆中的有網絡 我們二次 Joe Bond 你取的 平台黑黑的經驗 因為他們是把同時工一個專門 於是較小 是有便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